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国互联网只是在集中在城市 广大的乡村山区龙村人口众多还不是很普及 主要的还是靠这个美国之音中文台传播一些这个世界真相 了解一下国内外的情况还是主要的渠道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我经常收听你们的广播 在您70周岁生日之际 我向您表示同高的敬意 祝您生日快乐 电脑上面我们找不到对吧 然后你现在如果再停办的话 11季也听不到 听不到的话那我们就对外 对中国以外其他的地方的信息一点都不知道 然后对国外对我们家的一点 正式的那种看法我们也 那都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不停办好一点吧 我坚信呢 不但不能停下来 还希望增加广播时间 增加抗干扰的能力 请问上美国之音呢 就是说为中国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 提供更多的信息 提供更多的帮助 希望越办越好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我认为了不应该停播 因为了很多人呢 还在一起靠这个广播 不来上网 还靠一起靠广播 尤其这些老年人 请您条件差的人 我是80岁的老汉了 我从50年代就听您的 播音 收音费钱 现在虽然进入网络时代 但是我们老年人 晚定老的人 维促不多 主要的 信息的还是 收音机 听你们广播 希望你们继续搬下去 越搬越好 我们非常欢迎 期待着很大的期待 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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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